这说起清明上河图啊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如果要给宋朝拍一部纪录片 您不用穿越时空 您只要拍这个清明上河图就行了 上面画的几百个人 为后代揭开了当时北宋汴梁 这座超级城市的面纱 五米多长的画卷上 是九百多年前汴梁城 在某一天的历史定格 有人专门统计过 这清明上河图里面 一共画了两千多个人 当然了这里面的人也都没有名字 身份比较复杂 有平民老百姓 也有文人雅士 有贩夫走俗为生意奔波 也有富贵闲人在饮酒作乐 有行色匆匆的走路的 也有前户后拥的大阵上出行的 你看在那个时空里 衣着身份职业动作神情 都迥然普通的人群 构成了画家笔下这个时刻的定当 而且从这幅画上 你能够看到当时几乎每一个细节 比如说一座拱桥之上 行人如潮 这个桥下小船也不少 一匹瘦了精的马 在撒腿狂奔 险些造成险情 这马夫在拼命追赶 行人是纷纷躲避 还有文官武将 在路上争吵起来互不相让 还有一个人比较有意思 估计这些老熟人了 有可能是债主 就拿扇子挡着脸 急匆匆的撒腿就走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熙熙攘攘的汴京大街上 大家发现基本上以男人为主 女人极少 女人基本上寥寥无几 有人统计过画中的女性 一共是大约20位 你看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在这数量有限的女性角色之中 有一部分还躲在轿子里 还是半遮半掩 当然了也有大大方方走在街上的女子 或者和丈夫一起逛街买花秀恩爱 或者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 所以说这幅画就是当时的一幅宋朝风情画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宋朝的画家几乎就是有点类似于 有人说是跟照相机差不多 是吧 宋朝那种画家 他们有这么一派 在画画的时候特别讲究精确 他们出门写声 不仅要带纸笔还得带尺子 尤其是在刻画公室 房屋 器物 周车 这些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拿尺子引线 力求精确细致鼻针 有一种说法叫戒画 戒线的戒 因此有人说这哪里是画画 这简直就是建筑图纸 也正是因为重写实 所以宋朝绘画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当然了首屈一指的就是这幅神作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张泽端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大家比较公认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 说有两点可疑之处 第一是因为作者在画卷上没有留下签名 第二是宋朝的绘画专著中 也没有提到过张泽端的名字 比如当时宋徽宗组织编写的宣河画谱之中 记录有历代画家231人 作品6000多幅 但是没有见到张泽端和清明上河图的踪迹 之所以认为作者就是张泽端 是因为在这幅清明上河图画卷上 有当时的金国人张柱写下的一段拔文 写的什么呢 你看这一段提拔虽然自说不多 但是足以让此话避免了作者找不着了 也让张泽端得以名流轻史 从这里面可以了解到张泽端是自幼读书 后来去京城参加科考 但是科考落榜之后 为了自谋生路 就半路出家 当了宫廷的画家 关于张泽端画这幅清明上河图的过程 几乎好像是没有什么资料记载 但是据说 当时他把汴京城的繁华景象 搬到画布之上 呈现给宋徽宗看的时候 宋徽宗是大喜过望 用他的独一无二的寿金体 就在画卷上写下了五个大字 清明上河图 并且盖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 但是在后来的靖康之难以后 那些宫廷画家们 要么当了俘虏 被俘虏北上了 要么向南边跑了 跑到了临安 也就是如今的浙江杭州 而战火离乱中的张泽端 究竟去了哪儿 就无人知晓了 但是因为这幅画的记载并不多 再加上年代久远 画中的颜色已经褪去了不少 因此后世对画中的季节 到底是春季还是秋季产生了疑问 而清明这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引发了诸多的猜测和争议 一种说法是清明 指的就是清明节 因为很多人认为 从画中的许多细节上可以看出 当时的人是在进行扫墓 踏青这方面的活动 比如画中有一队人马自郊外入城 而女主人乘坐的孝子上插满了枝叶杂花 而这正是北宋开封一带扫墓成孝的时候特有的习俗 画中还有一家纸马店 是专门用来烧纸人纸马的 还有专家认为画中行人有一个手提小包了 上面写着百八两个字 那应该就是烧的纸钱 这是一种说法 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清明不是清明节 指的是地名 也就是汴京城内的清明坊 这画里面所画的就是从清明坊 到洪桥汴河两岸的人们的活动情境 除了清明节还有地名之外 还有一种第三种说法就是清明是指的清明圣事 据说当时宋徽宗画了一幅画叫梦游画成图 画中是他想象的天宫的圣景 为了讨好皇帝宋徽宗 当时的朝中宰相蔡金就命张泽端 画下了汴梁城的繁盛景象 以人间的繁荣和天上相呼应 而宋徽宗后来见到这幅画 就在上面提字清明上河图 也有这个自吹自擂自夸之意 如果真的宋徽宗认为自己治下是一片清明 那么张泽端笔下的来往如梭的商业繁荣 熙熙攘攘的街景 还有老百姓的热闹家常 也称得上是盛世之景 北宋都城汴京 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绝对不是最大的城市之一 而是第一的最大城市 人口当时有130多万 这么多人都在那 你想当时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在清明上河图里面 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当时这座超级城市的市井生活 苏阿庄民以时为天 在当时的汴京城 你看市井经济之家 往往之与试店 悬买饮食不至家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时的变形人 不爱做饭 爱下馆子 所以就活生生地 把这个变形城 变成了一个美食中心 跟现在大城市差不多 是吧 现在大城市 三家里做饭的还真不多 都喜欢下馆子 点外卖 据说当时 在变河两岸 临此致彼的房屋之中 有好多都是经营餐饮的店面 比如 如果你有钱 打款显贵 想下馆子 就可以到孙杨店 这样的高档饭店 还有一般的小白领 小商贩的 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吃 这个出门一拐弯 就有苍蝇小馆子 实在忙得四脚朝天 这饮食店还可以送外卖 你下单以后 就可以让酒店伙计前来送餐 宋朝的时候 因为酒是国家关卖 私人酿造五斤酒 就可以判死刑 虽然对酒的管理严格 但是也耽误不了 送人喝酒的雅性 和朋友聚会 想要小喝一杯 那去哪找酒馆啊 这画里面 就画着有很多 有写着新酒 或者小酒的旗帜 这个旗下面 就是小酒店 那就是卖酒的地方 据说北宋人 宋朝人不喜欢坐轿子 以坐轿为耻 因为他们认为啊 这个轿子是以人代替了牲畜 是对人的侮辱 比如说坐马车 那可以啊 有马拉的 牛车也行 但是那人 人台的 那是以人代替了牛马 那是对人的侮辱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 那你看 宋朝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也确实值得称赞 专家还根据 清明上河图中 所发现啊 这个驴的数量 比马要多上一倍都不值 这说明驴 是宋朝人的首选出行工具 而驴受宋朝人重视 还因为它还有一个大好处 就是用完粮食以后 就可以杀来吃肉 吃驴肉啊 在宋朝也非常流行 但是也有有心人 就从这个超级城市 热闹而防华的一幕中 看到了盛世危机 这危机是从哪来的呢 这画面中的汴京城 似乎是一所不设房的都市 因为在城墙上上下下 压根就见不到守卫和城防工事 还有城中用于消防的销火亭上 也无人指手 更夸张的是 望火楼下面的两排兵营啊 都被改成了饭馆 因为北宋初期 粮食的经营权都在政府手中 但是在清明上河图里面 运粮的大多都是私人船只 政府好像也已经失去了 对粮食市场的控制 因此在现存的清明上河图的提拔中 最早见到的就是 金国人张柱的提拔 所以后人推测啊 就是到了后来靖康之变的时候 这金国人就把北宋宫中珍宝 全部抢掠一空 清明上河图啊 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运到了金国的首都燕京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但好在幸运的是 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乱 和各种辗转流离 一直到九百多年后的今天 他仍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明天